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都觉得很奇怪 那你来干嘛呢 不来 他是来爆料的 不来我怕那个黄金年华都没得主持 真的 这讲多了 爆料爆料 我们讲第二个改变 我们知道今年的这个投选方式有改变 50%是这个观众抽样调查的结果 它的成绩占50% 另外的成绩是打电话占50% 三位觉得这种改变对你们有利吗 还是觉得反而没有利呢 好 改的好 为什么 以前为什么不好 跟以前好在哪里 如果全部是打电话的话 对 那我一定输了嘛 你不够人给你打电话 我想问重庆 所以今年这种改变 对你前几年都有拿的艺人来说 什么感觉 其实我们刚刚开始入围的时候 就是这样的 50%是民意调查 好像是 另外50%是打电话 没错 那时候网络都没有 对 我就觉得很好 后来有了网络之后呢 大家不难发现 很多年轻一代的演员都有机会 因为他们的fans 都是很会上网投票的 其实这就对像董平大哥 亮哥 杰平大哥 我 指名道姓了我 小小不公平 我觉得 就这一点还想问董事业 你今年是入围了对吗 对 可是今年也会不会失望 我入围我很开心 可是同选方式改了 不过是以前的方式 也会失望比较大 不会 因为我这是第一次入围嘛 所以我其实觉得很惊讶 当我接到通知的时候 我不知道我自己有资格赚在 所以其实是挺开心的 那如果是以前的话 我可能真的门都没有 我觉得今年五十五十挺好 挺公平 而且我觉得我的粉丝 或者支持我的朋友们 一般不是那种 很疯狂的那种 所以可能人多 然后大家就投个一两票 可能我觉得这样子 也比较健康的一种投票方式 这样机会就很爽 每一个人一两票 其实今年还是有网络投选 对啊 网络投选还是有 占百分之二十五 但最近我知道已经拿了七座 有没有觉得今年赶快拿 多三年就可以上神台了 跟你说 拿第一座的时候 你告诉自己 拿一座就好 真的 你拿第二座的时候 哎呦 两只多美啊 双风塔 拿三只的时候 哎呦 俘虏兽 可是现在没办法了 你现在就胜俘虏兽了 再拿到独送就 没有 现在七只七仙女 今年拿去八仙过海 可以通往神台的道路了 对不对 有没有压力也是蛮 压力是没有啦 我每年都会抱着 我不会拿奖的那种心态 所以抱到我的名字的时候 我就会特别开心 所以今年也是会一样 但是真的会希望自己可以拿 因为都拿了七座 重庆去年 有说希望上台和 也和葛平说 是 你为什么跟他说 因为去年葛平哥没有入围 我觉得我很惊讶 所以他也 我相信他自己也是有点失望 是在台上的时候 因为我们两个人是 好像是同一个 同一款式的 会吗 你说肌肉吗 不是 像吗 年纪方面 因为青衣色都是年轻偶像 对 所以只有我们两个人 年纪也是稍微大一点 所以真的希望说 可以跟葛平哥一起上台 当然 建兵大哥今年入围很多项 有十大最佳的配角 还有长青演艺的 这样很多 才三项 总共才几个奖啊 我都觉得好少才三项 三项入围很多了 你这三项当中 讲真话 你最希望哪个 当然是十大 因为我从来没有 当然三项都没有得过了 但是 因为长青 对 三项都没有得过 零的突破 为什么突破在十大 因为长青可能机会多得很 我已经进入长青了 可能每年都可以 都有机会长青了 明白明白 那配角的话 现在开始我演戏了 对啊 可能不小心又配角了 搞不好还会演 对吧 但是十大就不一定 因为我们这种年龄 很不容易进十大 我明白 建国大哥的意思是 万一明年又改了 制度又改 我只有拿一座就好了 对 各位观众 还是今年赶快拿回家 比较安稳 这个讲法有道理 那我觉得我也 我也是今年 就是唯一一个机会 因为可能 新歌声 新的一季又要开始了 我可能今年过后 热度又没有了 对啊 对啊 讲到这个热度 董事件很厉害 都是全才 对 唱歌啊 演戏啊 舞台啊 主持啊 对 可是我就是不红啊 所以今年难得 给我红一下 你觉得做这几样 最容易红的是什么 都不容易 主持啊 可能应该是主持工作 所以你会不会 接下来接多一点这个 因为这些东西 我知道你都可以胜任 但是重点是 时间会需要安排啊 对不对 尤其是舞台剧 需要花很大的时间 那比如说 好像这几个月 我都忙着唱歌 我其实心里 是很想念主持工作的 对不对 唱歌谁知道 也不是这样说 主持比较红啊 可是真的是会想念 然后因为其实人生经历 那个很丰富 而且我真的觉得 他应该要多主持 因为如果他没有主持的话 他没有入围的话 就加来表演 也可以 你看 你入围你就坐在那边看 很舒服的 你讲人家 你也是啊 电视 所以因为拍会有多 背后的动作 其实从一个电台DJ跨界到 电台不要讲 电台他已经是非常熟悉的 对 你们两位只有什么样的感受 就是现在戏也演多了 就很忙 我跟大哥这么忙 然后每天还是要做早班 而且现在我们《遇见黄冲》 又是从六点开始 所以 我是觉得会不会对你来说 演戏现在很有满足感 下一个目标演男主角这样 没有想到男主角 但是我本来就是从演戏开始的 我十三岁就开始演舞台剧 从操就业 所以说到满足感 其实我觉得舞台剧最有满足感 那紫妍呢 接下来会不会演电视剧 我真的有考虑过 我觉得其实最大的困难 是档期上面的安排 因为电视剧拍摄 就可能要比较久一点 所以如果碰到好的剧本 碰到适合我演的角色 因为我也觉得 不是说你会演舞台剧 就必定能演电视剧 其实是考验很不一样的 应该是可以的啦 不可以 希望有机会演你儿子 好 来就这样 前面两个 最后有问题 他们说今年对你来说 三个奖页都很重要 你当天晚上会有特别准备 特别可以剧透的吗 有特别安排吗 有特别仪式吗 安排这个 得奖感言啊 或者是穿着上 或者带什么 我们做DJ的 还需要准备吗 得奖感言 现在就来着 好 先恭喜各位啦 预祝你们有好的成绩 可以 预祝你哦 是 记得要打乱给亮哥 对 我们还是190 1022 2032 2023 2023 李子米亚 好 谢谢 谢谢 谢谢三位 明天晚宁 谢谢大家支持 非常感谢大家浏览 我们八频道的新闻 即时节目的网站 也欢迎大家可以看我们 面部网页的网络视频 志愿有缘 明天记得是2023哦 谢谢 谢谢 爱得自杀 谢谢 很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